1.6,1.6俄輪 好 這是二船的,前驅的 阿倫這個借我一下 等一下這個固定一下 我先剪掉 今天有麥克風 今天有麥克風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這樣不曉得收音 看一下 可以可以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今天禮拜一大家早安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是福特的KUKA 這台車 今年已經改了改款 變成二代的 這一台是一代 一代的14年的1.6升的渦輪 一開始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經開發 經理好朋友 一台2.0的Eco Buster 那一台一開之後兩百多匹 但是這台車的底盤 一般來說 就休旅車 它算是中規中矩 如果已經選擇休旅車 如果會選這一台的話 第一個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整體的動力不錯 第二個就是它的底盤狀況不錯 但是如果以缺點來說的話 我自己開起來最詬病的 還是這台車的煞車 這台煞車反倒改裝的順序 會排在避震器之前 所以這台車的煞車 基本上已經有做一個基礎的 加大壘的改裝 底盤部分的話 今天要安裝的是 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後方的 仰角調整器 加速角調整器 其他細節的部分 經理待會兒再一一 跟大家來做介紹 今天要介紹一下是 這一位是亞信汽車 台中亞信汽車的技師 怎麼稱呼 大家好 我叫阿榮 亞信汽車是在台中的哪裡呢 在台中西屯 西屯路跟中章附近 詳細住址就是 台中市西屯區江西錯項21號 江西錯項 是在中章然後轉西屯路之後的一個巷子裡面 對 左邊的巷子裡面 亞信的話 經理自己跟亞信的腳盪的老闆也算是熟識 那亞信汽車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呢 基本上當然就是最基本的車子的快速保養 換機油 然後還有變速箱油 那再來就是像夏天的話 冷氣大家比較有問題的話 我們會提供冷氣的管線清洗 那最近就是大家像渦輪車也好 還是福斯的一些才有的車子 他們有一些進氣氣管部分 我們也有做清潔的部分 用核桃砂引進這個核桃砂清潔的部分 加以讓進氣的氣管清潔 那讓各位朋友們 讓他們的車子能夠更順暢 這套核桃砂的清潔系統 購入的成本好像不低 可是我有好多的朋友 據說這一套的清潔系統的效果 都相當的不錯 那阿龍剛剛有跟經理分享 是前幾天有幫忙車友 處理一台Atavia的 對不對 那他處理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剛剛還沒處理之前 開起來是笨笨的 可是處理之後 因為他的潔氣門開起來 是整個都阻塞 所以剛剛全部清洗完之後上車 我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覺得完全很順暢 連那個車友他自己 開起來的感覺 就覺得說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喔 了解 是Atavia 對 VH的車系 那這台Atavia 如果要更順暢的話 其實還可以考慮一樣東西 阿龍知道要考慮什麼嗎 這我不太了解 那要考慮KT的避震器 當然 好 那謝謝阿龍 那接下來的經理 來介紹這一台車的部分 就是安裝的道路板避震器 然後這台車後方的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 所以後方如果阿 等一下更正一下 就算是原廠的 他的後輪Camper角度 也有很多的車友 反應輪胎的內側會吃胎 對吧 因為他後輪的Camper角度 做得比較爬 所以彈簧 像這個後方的彈簧 用久了總是會疲乏 當彈簧疲乏之後 車高就會降低 所以他後輪Camper角度就會變趴 那輪胎的內側 就會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就建議 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讓他後輪Camper的角度 能夠再正一點點 那這台車其實他的底盤懸吊系統 跟Pocus的MK3 大概幾乎都是共用的 如果車高有降低 還是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原廠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他有上座 那這個前上座還有後避震器的部分 前面跟後面的上座 KT都有附一個新品 都有附新的 那他的阻尼值 還是以舒適 像這個是Vomoco代工的避震器 這個品牌的避震器 經理印象最深刻的是Mazda 5 Mazda 5的統身的話 他的壽命的良率 在車友裡面常常會被詬病 但是福特的KUKA的話 他的品質就還不錯 這個阻尼還是舒適 以這樣的車重跟懸吊幾何 正常來說 他的後阻尼會設計的 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這個原車在設計的時候 還是以舒適 要舒適 好 那這個 這一個的局部結構 大家看起來有沒有很眼熟 這個結構跟Focus的三代呢 是差不多的 他的後彈簧 長度就因為側高的部分 就長很多 所以這台車KT的配置 後面的彈簧是專用的規格 是240長7公斤 前面的話也是配置7公斤 可是前方的話 變成配一個燈籠狀 大圈徑的一個彈簧 所以這台車的就前期後期 是比較偏向舒適一點的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跟束角調整器 原廠它其實有一個偏心螺絲 是可以調整束角的 是在這個下支壁的內側 這裡有一顆螺帽 這顆螺絲是偏心螺絲 它是可以調整後方的束角 但是仰角的話 並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個上方的仰角 把它改成可調式的 它的CAMBER角度就能調整 那束角的部分的話 偏心螺絲它能調整的幅度 畢竟還是有限 所以如果能夠把束角的部分 改成可調式的 那它束角可調 仰角可調 自然後方在定位的優良之下 就不會有磁態的狀況 束角的位置是在這個下方 在這裡 這裡的話有一個束角 這樣拍得到嗎 這裡 這個Diffenny欄 這個是KT所製造的產品 這個是束角的部分 原廠的話它都是一體式的 但是它沒有做可調的機構 在另外兩邊的話 也都沒有偏心螺絲 所以這個是上方仰角 這個是下方的束角 所以仰角跟束角 就都改成可調式之後 它能調整的幅度就變大了 那在上座的部分的話 KT也有附新品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但是它藏的比較裡面 所以可以從這裡來做調整 好 那這一台車跟Focus三代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裡的局部結構 跟Focus三代 ST反倒是比較接近 因為ST 它的後面的避震器固定位置 也是在仰角的上方 所以它的桶聲的行程會比較短 所以Focus ST 後面的懸吊系統跟一般的Focus三代 是不同的 ST的話它的主力強很多 而且桶聲的長度也比較短 那Focus三代一般版本的話 是比較偏向後方 這個是講的是三代 不是最新的四代 那後方的彈簧在這裡 彈簧上方會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的 那這台車一樣 彈簧跟避震器又是分開的結構 所以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桶聲的長短度調整是重要的 這個長短度千萬不能把它縮得太短 一旦縮得太短 這個彈簧它逼得太緊的話 這台車就不好做了 那亞信汽車 台中亞信汽車 這個是亞信老闆自己的車子 所以如果有KUKA的車友 有想要試乘的話 因為KUKA有很多的車友都反映說 這台車的避震器太晃了 如果有實車可以試乘看看的話 來做一個比較 當然是最客觀的一個方式 畢竟如果有很多的車友問經理說 KT好不好 我自己是老王賣瓜 一定說KT的好 可是這樣很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們其實很誠摯的邀請車友們 到亞信汽車來試乘看看 這樣的車子改裝 玩避震器之後的感覺是如何 而且這台車的輪胎跟鋁圈 輪胎雖然有換馬牌 輪胎有換馬牌 可是鋁圈的規格還是維持原廠的 所以它如果車友們乘坐起來的話 感覺會比較客觀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托板待會的話 我們師傅會把它選緊 因為這一個托板如果沒有選緊的時候 開起來就會有咕咕咕的聲音 那後方的話 車主也有改了加大碟了 這個是VTTR的加大碟 如果這台車的話 動力沒有再做一階二階之類的 那基本上改裝加大碟 跟好一點點的來令片 這個來令片是VTTR的 像這個前後的話都做強化 應該就都夠了 原廠的話煞車真的是有點弱 前面的話也是VTTR加大碟 跟VTTR的來令片 像這樣有做技術 改裝應該都夠了 這條彈簧 如果有常常看經理直播的話 應該就知道 這條彈簧 一樣是一個大全徑的彈簧 200長7公斤 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拉得比較開 那它最大最胖的地方 是做一個燈籠狀的 所以它的作動的行程幅度的話 就會多了大概35%左右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前面的話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之類的 或者是離載串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固定點是一樣 但是這台車 比較不建議的是改裝其他的離載串 因為這個離載串的後方的空間 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如果改裝的離載串厚度 這個厚度太厚的話 就有可能會干涉到這個厚度 所以這個為什麼會換 因為它的離載串已經破損了 所以才建議車主的話 一起來做更換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面調整阻尼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需要把它上面的蓋子 把它掀開 所以我們的技師會針對 原來底盤改裝的狀況 譬如說這一條輪胎是馬牌 馬牌它的胎壁是比較柔軟的 所以承受起來舒適度會比較軟 所以配上的阻尼的段數 就會稍微偏高一點點 大概會是18段到20段 那如果輪胎裝的是普利四通的話 普利四通的胎壁 比馬牌的硬很多 那如果是普利四通的阻尼值 就會稍微降一點點 可能14段15段10類的 但是這個的段數來調整 最主要還是每個人的主觀感覺 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技師 通常會把它調到大概的狀況 那讓車主就不用再做調整 然後這款車在拆裝上 還是有一些特殊 比較難拆裝的地方 像是前面的仰角 因為它做插入式的 那在拆裝的時候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可是像亞興汽車 這些對福特汽車都相當熟悉的店家 而且都已經有實車 來給車門來試試 還有一個好處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一般來說 高低可調的避震器 通常裝上去之後 太高或太低 還得要再調整一次 但是像KT的工廠 或者是我們經銷 有很豐富的安裝經驗 所以我們在牆上都有一本厚厚的資料夾 那本資料夾記錄的就是 像KUGA這一台是16年的 然後是14年的 是配1.6升的引擎 那它的長度調多長 輪胎規格多少 它所待會降下來的車高就多少 幾乎大概有八成的話 都能夠一次就調整到定位了 所以我們這些授權認可的店家 經驗都是相當的豐富 那當然在用料的部分 KT像是用IP的主寧友 義大利IP的主寧友 然後日本NOK的遊風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有想要試乘 都可以聯絡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